这场比赛的重任啊 宇阳 因为现在队友的这个伤啊 其实是受到了一点限制 然后都要求换球啊 这个宇阳认为球还是可以继续使用 能够快速追身 因为韩国的确实在揭发球的时候就已经速度占优了 这个平推球队一身高只有1米6的 这个已经原来说还是能够直接形成进攻的 14平比分非常的胶着 韩国队今天的心态呢非常的放松 因为他们以前也从来没有拿过油博杯 所以在大家都看好 非常看好多关键们中国队的情况下 韩国队是带着一颗轻松的心 来参加这一场油博杯的决赛 他们在前面的开场非常漂亮 现在是2比1领先总分 这场女双的决胜局14平 轻掉一板 李静元 我相信这个队脚线的高球过渡 请调一下过镜 今天的这个滑板调球有点失误率不是挺高的 所以出手 可惜出现了 踢掉 云阳在后面等了机会 踢掉 可惜是稍微的看了一点出了边线 这场比赛的比赛 非常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 这比分相当的焦灼 韩国队现在还是领先一分 15比14 这是决胜局的交手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 正在为大家现场直播的2010年 油博杯的决赛 中国队对韩国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目前中国队在总比分上处于劣势 1比2落后 今天这场比赛 王一涵呢 是先0比2输给了对方的裴生锡 之后呢 马进和王小李也没能够搬回局面 汪欣呢 是和陈吃炫苦战三局 2比1为中国队搬回了一分 现在是双方的第四场比赛 来看给出劲队的手势 16比14韩国队领先2分 两拍过渡啊 对身材高大的这个 我觉得确实日球是砸线了 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这样一分呢 现在在局阶段呢 拉到了三分啊 中国队来讲呢 这个局面呢 变得非常的不利了 渔阳要求呢 爆炸一下他的这个 肘关节 在主材上好像不太允许啊 他需要包扎 他需要工作人员来给他 精灵一下这肘关节的这个包扎 看他的这个 不带脱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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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